一提到黄子涛 大家就会想到他最近各种负面新闻缠身 还有一浪高过一浪的 可以媲美周杰的表情包在网上发酵 黄子涛被黑得体无完封 被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近日黄子涛接受了采访 正面回应了种种质疑 把黄子涛推向风口浪尖的是一次采访 他被指耍大牌 还不屑与黄渤比较 再次提到这件事 黄子涛一点也没有回避 而是向当时参与的媒体道歉 真的很抱歉 我们的确让记者等了两个小时 我根本没有说过 有关黄渤老师的任何一句坏话 可能是其他渠道的工作人员说的 被记者误解了 黄子涛最出道以来 重大节点的新闻 都离不开他爸爸的身影 提起父亲的各种言论和过异身家 黄子涛不愿多谈 他只说父亲从小教育自己 要从一个奋斗者 黄子涛还回应道 后来也就想开了 我是公众人物 一言一行也许会被无限扩大 他刚开玩笑式的说 很多时候陆振秀我都是素颜 他们应该会制作出来 更多很丑的表情包 再说我也不是人民币 不可能人人都喜欢 现在大家开心就好 我只会不断努力 让更多人认可我